我拿到过两届的全英会冠军 拿亚洲冠军的时候24岁 参加奥运会26岁 也破过六次的全国纪录 拿过了八次的全国冠军 我这一辈子也就做这么一件事 把田径这件事情做好了 也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亚洲运动会的金牌 1980年亚洲运动 你看时间已经有那么多年了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个在十项全能 这个项目上拿的金牌 厌运会之后 1984年 我很荣幸地去参加奥运会 到现在为止 在奥运会上是成绩第十五名 十个项目里面 我只赢冠军的两个项目 就是标枪跟最后的一项目 但是我们努力了 我们就不遗憾 在我们这代人身上 尽我们自己的最大努力 把这条路铺到更接近于 奖牌的这种地方 然后我们就寄希望 我们的下一代人去超越它 然后去把这个印度成绩 达到更高 背功还不错 田徑就是跟其他项目 比起来就是比较辛苦 而且比较单调 但是总有热爱这种 这个项目的人 我自己也是这样 当时就是喜欢 老师教练引导完了 感觉在这个项目上 曾经一步一步的进步 也看出以后的一些希望 然后就不管它有多苦多艰难 我们也就坚持下来了 好 不错 我跟妳讲 所以以后 其实我们也是很简单 因为我们从事的就是 这项运动这个事业 我们就想说 把我们没达到的一些愿望 寄托于我们年轻的一代身上 加于培养 所以我就选择了当教练 那我在厦门这里 也带出了我们自己培养的 本土的一个全国城市运动会的冠军 107年 10几年前 16年前 就为厦门拿了城市运动会的金牌 那一届五一的一派 田径一派就是他拿的 现在我退休以后 那他就接我的这个班 现在在这个地方当教练 有时候0.1秒 对 有时候几公分 其实田径越到后面水平越高 越来越难突破 但是田径人是一直在努力 一代一代的往上推着 一代一代的往上推着 我回到厦门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参与了 厦门的马拉松 这件事情 筹办 审办 到最后的成办 这整个过程 我都参与在这里面 我主要负责的工作 其实就是设计和规划了 这个马拉松的整个赛道 42公里195米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个马拉松的路线里面 有70% 还是原用我当年做的这个路线 通过在厦门举办马拉松比赛 让更多的厦门市民们 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 所以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不管在环岛路 或者在其他的公园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厦门市民 在那边健身跑步的一种生意 其实这也得益于 我们厦门自己有 自己最高水平的一个马拉松赛数 不比世界上任何的体育场 都不会比他们差 非常好 非常棒 去年我还没想到 我今天我会来到 厦门的一个这么漂亮的场地 也正因为赛事联赛 落赴厦门 我们才有机会把世界的高手 引来厦门来参加这个比赛 所以确实很激动 因为我自己现在岁数大 不可能去参与田径的一些实际的比赛 但是我会很关注我们田径项目的发展 田径项目的每一点进步 一直没有离开 一直没有离开 因为我现在是 就中国田径协会的一个专家组的成员 所以我们每年有时候 像我们世界上全能 有集训的时候 他们也都会叫我过去一起参与 发现苗子 然后有重点的苗子就加以培养 后浪推前浪 一代也更比一代强 我期待着在若干年以后 整个钻石联赛也会像下马这样 能越做越成功 越来越吸引更多的人 来关注田径 关注厦门基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